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今天在美国是圣诞节 我看了一张照片应该是在LOA的 洛杉矶的照片 高速公路上全是车 那个照片非常的 我个人觉得是确实蛮感叹的 整个高速公路 它每一条公路 就是每一个方向大概有七个车道 全是车 CNN是ABC有个统计说 在赶安节这天 大概有多少人在路上会在路上 那赶安节在其实西方的传统的概念当中 它有着一种完全信仰的内在东西 有它信仰的故事 很明确的信仰的故事 那与此同时 它也是西方社会当中非常重大的一个节日 家庭会团圆的 其实它表现出来都是非常人性的一面 在这样人性的概念当中呢 在西方的社会呢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人 在中国的环境当中 人们会总是要寻找什么这样的理由和那样的理由 其实根本很多事情没有理由 是人的生命的自然表露 那习近平面对现实的环境中 特别是习近平在面对今天中共党内的野心家 和海外的压力的时候 世界新闻网写了一篇社论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习核心的焦虑解不了蓝绿的担忧 那习核心的焦虑呢 指习近平了 蓝绿呢 是指台湾的状况 那他所针对的社论呢 是写了A派课 那写了A派课 那习近平跟中华民国的代表宋楚瑜之间的互动 国民党民进党无法解开僵局的困境 那台海两岸关系不如中共 国民党民进党都无法解开僵局的困境 我个人以为这是一个落伍的说法 那今天在中共体制之下 习近平特立独行的做法 他在砸碎中国共产党在八九六四之后 形成的精英阶层 以反腐之名 对等着川普的获胜 打碎了世界范围内的精英主义 两个特立独行的人 在这个地球上 并行的两个世界当中 共产党的世界 和所谓民主的世界 在两个世界当中同时出现 打碎了他们所固有的 所拥有的 所存在的 现在营造出来的精英主义 那所以根本现在不是中共 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的关系 不是 那中共在他的习近平的框架之下 已经明确的出现了一种巨大的分裂 所以你怎么能把它一同化呢 国民党造成了一种历史性的衰败 而国民党和民进党 今天他们所对应的 应该讲的是民主体制之下的中华民国 你永远不会把这个词放在美国的 这个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说法 你只能说那是美国政府 美国人民的选择 而今天的中华民国也是台湾人民中华民国框架下的国民的选择 国共合作早已经没了 他提到说 无论是习近平跟红秀柱 跟国民党的会面 还是国共两岸的和平论坛 都无法解开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关卡 宋楚瑜在APEC之前 重申了两岸一中反对台图 却无法换得北京同意的叫习宋慧 那习近平宋楚瑜之间的十分钟的寒暄 是宋楚瑜主动 被北京事先定位为不具实质意义的互动 其实在我的眼睛里 无论蔡英文用宋楚瑜 习近平别的不谈 跟他去无论怎么寒暄和认识 这个做法在延续着 2015年习近平主动去会见马英九的做法 他在跟中华民国的 国家的宪政体制的官员 会晤见面接触 而不是国民党和国民党 民进党共产党 所以国民党的主席主动来到大陆的时候 那是真正的习近平的敷衍 现任主席他去敷衍 一个衰败的马英九 他去主动去见面 不是见你国民党 见的是中华民国总统 文章后面提到说 因为写的非常长了 说蔡英文政府常强调正是中华民国客观存在的事实 但许多政策和作为继续有意无意的去中国化 甚至认为中华民国是非正常国家 他更无法提出治国良策 或者国家愿景 能有尊严 有主张的面对中共 争取台湾更好的未来 那蓝绿现在都处于迷茫 探索失去了方向感 统一无心 独立无力 那忧虑空前 你可以这么讲了 我觉得这是可以这么讲了 但是中华民国的存在 就是中华民国的存在 对不对 那他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要去中国化 甚至把中华民国视为非正常国家的话 那他跨其引号 那从目前来讲 你当然可以叫非正常国家了 因为在中共体制的打压之下 出现了这么一个状况 这是没错的 但他作为国家的宪政 确实又在那存在 所以你很难说 倒用一句话去描绘的一个 你自己的观点 所以文章最后提到说 今年五月份蔡英文政府上台 那陆克访台锐检 台湾观光业民不聊生 那两岸的航空复兴 突然无预警的暂停 公司宣布解散 政府事前全然不知情 等于给了蔡英文政府一计重拳 这不仅是政府的治理无能 也凸显两岸僵局下 那相关产业水深火热 那摆烂引游 是政府政策毫无解冻之迹象 拖下去 台湾早晚要出更大的事情 蔡英文还不醒悟 台湾指着大陆 换过来说 就像中国制造遍布世界一样 对吧 那今天川普上台 就要这么砍了 道理是一样 对不对 那台湾指着大陆出现的状况 是马英九的所作所为 而马英九的所作所为 促成了最后马英九 俩腿都快瘫了 意思就是说 他并没有给台湾带来复兴 是这道理吧 那当事情出来之后 作为蔡英文 接了马英九的摊子 牛脸放在他脑袋上 你怎么说呢 就像我说的 习近平上台 2012年上台 当他知道这种状况的时候 他知道接过来一个金盆 里头是屎 他分不清哪个是金的 哪个是屎 道理是一样 所以利益的人只注重眼前的利益 对不对 要用眼前的利益去打击对方 仅此而已 所以这篇文章呢 在我的眼睛里看到的就是利益 欲望和想法 彭丽媛的亲舅舅在台湾病逝 他是国民党的资深的党员 那结果呢 彭丽媛的亲弟弟到台湾去 给自己的舅舅这个奔丧 他是等于是带母亲去 给自己的舅舅去奔丧了 那也就变成了 是彭丽媛的亲舅舅嘛 是自己的母亲的亲哥哥 他讲说叫包妹李秀英 这应该是彭丽媛的母亲 率众子女 那来献的话圈 那网上有视频呢 也显示出彭丽媛的弟弟呢 在给这个自己的舅舅 在灵堂里面呢 行大礼 这些都有 那里面比较特殊的一个概念 习近平派了中南海的保镖送行 那这就牵扯到两岸的关系 蔡英文接受了习近平派的中南海的保镖 出于安全起见 去保护 去作为警卫 这个自己家里的人 对吧 给自己家里的人 亲弟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其实他透显出 在两岸关系上 在蔡英文处理上 他的人文的部分 如果从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讲说 牵扯到两岸关系问题 牵扯到两岸的 彼此的这种身份认知的问题 对不对 你上升到中共体制之下的 所谓的这种 九二共识 一中一台 一中什么两岸 如何 你随便怎么说都行 但这样的做法 是实质性的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宋楚瑜 被授予叫总统府资政 习近平并没有因为 现任的中华民国总统 不承认九二共识 而拒绝见宋楚瑜 作为资政的身份出现 宋楚瑜在去立马之前 刚刚被授予总统府资政的 这么一个头衔 那到了立马 却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听话听音 锣鼓听声 这是关键所在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 习近平需要中华民国 这个称号 远远胜过于其他的政客 这是他下一步必去的台阶 没有任何别的出路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